那目前已經是在林群 林群電腦已經是社會人士了 那我分享一下我之前一些經驗 然後給大家一些參考 那我現在大概幾個流程 就是因為我工作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大概列出了幾個覺得 對大家比較有 收獲的一些工作項目 像我在日本留學啊 然後以及在宏肌微軟跟華碩 一些實習的時候的經驗 那以及到我是怎樣到我目前 進到林群電腦裡面去當系統工程師 那以及給各位 因為畢竟自己也是曾經當過學生 那以我過來的經驗 給大家的一些經驗這樣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今年28歲了這樣 那主要是射手授 那個人就是因為喜歡玩電腦 然後對軍師類的有些興趣這樣 然後以下是一些簡單的資歷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事後再來看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在日本的留學部分 我從在台灣讀到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去日本了 那我去日本之後呢 為什麼叫開啟美麗的錯誤呢 是因為那時候我媽問了我一句話說 欸聯書委我帶你去日本好不好 然後那時候我小時候小學六年級 就想說哇日本耶 迪士尼樂園耶 好啊去啊 那時候就開心美麗的錯誤 從我一句日文都不會的情況下 我就到日本去 然後過完他們的寒假之後 馬上進入日本的學校 然後就開始學日文 一直到要加入當地的足球隊 然後一直到那時候 其實因為家裡人都很忙 所以常常都是一個人 然後所以我在日本我學會有什麼東西 我學了獨立與自主 就是當我一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怎樣照顧我自己的生活 當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要怎樣處理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包括學業啊 或是一些朋友等等之類的 然後很好的 因為國中跟國小的時候 因為都是在踢足球 然後因為一些人際關係的問題 所以我是以體保生的身份 進入他們的高中 其實以我那時候的成績 其實我沒辦法考進任何國立的高中 那因為那時候因為踢球成績很好 然後因為不愛讀書嘛 所以剛好就以踢足球的身份進入高中 那時候也是我第一次碰電腦 然後一直到我高中畢業之後呢 因為學家裡的經濟因素 所以我在日本畢業之後 我多留了一年賺取我回台灣讀書的學費 所以等於說我回大學的四年 四年學費 基本上是我在日本那時候賺回來的 然後一直到2007年我正式回國 那回國之後呢 我在學生時代我的第一份工作 在同期數位載修 那這一份軍力 我為什麼會講富人跟窮人呢 因為我那時候紅技術會載修 我是在中山北路七端那邊 然後那邊有很多有錢人 那相對的那邊有很窮的人 那因為我們是在維修電腦 所以我的經驗的開始就是 我在那邊看到了什麼叫窮人 什麼叫窮人 什麼叫窮人 什麼叫有錢人 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怎樣 他們對事情的認知是怎樣 我因為在工作的事情 一些體驗中 我慢慢去觀察他們 那也學校一些事情 那也是我對電腦這一塊的最基礎的時候 也是從這裡開始打基礎的 我簡單分享一個例子好了 什麼叫窮人 什麼叫有錢人 就是說今天一樣一件事情 他設備 他電腦壞掉了 那我們過去幫他修 但是他們的反應不一樣是 富人會覺得說 反正你把他修好就對了 多少錢不是問題 那就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雖然我們是服務業 可是我會覺得說 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等到我在遇到窮人的時候 他們就是 他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會覺得說 欸不好意思喔那個工程師 這剛才是在幫我 就是他們講台語 他說這幫我看錢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然後檢查完的時候說 欸可能是某個東西壞掉 需要換掉 他說蛤這樣喔 還要多少錢 他們反而會 想要去理解事情 到底是因為什麼事情 而不是跟富人說 買多少錢沒關係 幫你把它擁好就對了 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 其實應該怎麼講 應該我覺得 身為 身為一個人 我覺得我們對任何事情 都要去知道它的原由 而不是讓人說 我錢掏出來 反正事情解決這樣子就好 我覺得 好像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這裡面累積了很多東西 當然也看過 像你們說 那些賭場 你曾經去運購 哇 好多人桌上 全部都是千塊一點 然後是用超標機在點錢的 對啊 然後就 體驗很多 然後再來是 因為我在洪基實習完嘛 然後證書也拿到了 然後再來就是想說 想要往不一樣的地方去走 然後說就 剛好因緣際會的方式 就是我看到那個 微軟實習計畫 在微軟實習計畫呢 我覺得很棒 為什麼 是因為 裡面很多很強的人 什麼叫做很強的人 以學歷來講就好了 我是私立的 所以我在裡面算是 學歷倒數第二查的 其他全部都是台形交大 中原 中自備的 那相對的 進去裡面 我看到很多人的 所有的做事的態度 像我們那時候 成長日記就是為了招聘六屆的時候啊 我們那時候做了一些 這是一個我們一個團隊 這是 這算我們叫A計畫 然後A計畫下面呢 又分很多部門 像呢 我是屬於成長日記這一塊的 然後還有一些像 跟其他實習的 那個 廠商啊 一起合作 開記者會等等 從 那時候微軟只 給我們幾個東西 第一 我給你100萬 第二 我要什麼 我的成果要到哪裡 就是這樣 有問題你再找我 你需要人脈你再找我 然後其他所有的 通通的計畫 通通是我們自己 這些實習生 自己做 自己規劃 自己做出來的 那這些就是因為 我們在微軟 我大概列出了幾個 在微軟裡面 比較常會遇到的 比較常做的事情 對 然後關於這些事後 大家有興趣的話 想要更 因為時間的關係 想要更深入了解 歡迎隨時私底下 來找我鳥屏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在華碩 在那個微軟實習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是資訊工程系 然後那時候 在微軟實習在學校 因為大家 都是學生 就哇 你在微軟欸很強欸 你以後工作 不用煩惱啦 什麼之類的 然後 就因為桌邊的人 一直在拱你 所以你會有一副覺得說 我很傲氣 我就是比你們強 我就是有這樣的經驗 我有這樣的人脈 我有這樣的 我有這樣的一些老師在教我 而且我跟這麼強的人一起工作 所以我很傲氣 傲氣到之後 微軟畢業之後 我去報名華碩系列喔 那時候在那邊坐下來 會覺得說 看看周圍的人 就覺得沒什麼 反正華碩嘛 不會比微軟強啊 然後就會覺得 反正一定上了 然後上段面試 而且很順利的履歷過了 那履歷過完之後 再來就是 他們會到一個 類似像他們的體育館的樣子 然後就開始慢慢接受面試 然後為什麼我會寫挫敗呢 挫敗是因為我在面試的時候 他們華碩的面試官 用了不一樣的面試方式 我那時候把我的經歷拿給他們看 他們說 微軟出來了嘛 那你幹嘛來呢 然後那時候 就講說為什麼啊 原因啊 因為那時候面試什麼 其實都已經訓練過了 因為在微軟的時候也是差不多面試啊 什麼都已經有經驗過 所以就覺得沒什麼 所以就很順暢的回答他要的答案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之後他慢慢就說 慢慢的他用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面試方式說 他高壓式的面試 就是說 他不讓你有回答的機會 他一直在逼問你 一直逼問 那一個人 你一直在被逼問 你想要回答的時候 你還沒講完的情況下 他又一直在逼問你的時候 你會緊張 你會錯亂 然後錯亂之後就變 啊 突然講了一個不好的事情出來 這樣 然後當然 因為那時候是三個面試官 然後就 面試完講講講講完的時候 他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履歷丟到旁邊 好了你可以走了 然後我心裡走出來就覺得 什麼回事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說 我明明是受過很好的訓練 為什麼 我會 面試的結果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 當我收到了 他們是用E-mail通知的 當我收到結果說 不好意思你沒有錄取的時候 我非常的 傲腦 非常的覺得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我明明是做 跟這麼強的人一起工作 然後我明明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會輸給一個 在台灣本土的華碩 然後我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完全沒辦法脫離你知道嗎 一直沈溺在說 我是不是哪裡沒做好 然後我就開始墮落 墮落是因為 因為我 畢竟以為自己生活費 是自己賺的嘛 所以我會 因為華碩沒有上 所以我必須要去找 額外的工作來 貼補我的生活費 那我就會開始看履歷 像104啊 101的你有 就看 然後一些比較小的一些 像唱坤啊 那些小公司 那時候就覺得 完全看不上眼 因為 當你一個人 站在高度已經習慣的時候 其實你是看不到下面的東西 因為覺得 唱坤 學不到什麼東西 關掉 然後其他一些小公司看 覺得 對我沒什麼版主 關掉 就一直這樣子 我半年沒有工作 然後後來我一直覺得 後來我跟我周遭的朋友講 跟我微軟一些朋友講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幫我 因為畢竟 在外面的人 比較有沒看清事實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開始跟我講說 我因為什麼事情 怎樣怎樣 後來我重新去思考 我說我是不是 因為太在意了 或者是我太傲氣了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說 這樣也好 因為華碩給了我一個人生 一個最大的教訓 就是說 不要傲氣 真的 然後後來我思考完之後 再重新整理說 我的人生我要什麼 然後我再重新去出發 然後一直到我去當兵 當然這 就思考完去出發的時候 我當然去做一些小 小工作 像暢坤啊 那些去 雖然做了沒多久 後來因為畢業了 然後我去當完兵回來 那當然在這之前 我還有另外一份工作啊 但是我主要那一 我主要講這份工作 是因為我目前限職在這裡 而且我覺得 還不錯的原因是 因為這家公司 因為我在 因為我在CSD事業群嘛 就是Cloud Service的 第一支部門嘛 然後我在電腦中心 我們電腦中心屬於三個部門 叫IDC 一個IDC 一個測試team 然後一個是內部的 廣告是內部的 那我主要 因為我主要是 除了這幾個項目之外 我還有跟台日恆氏公司 一些雲光服務相關事業 就是因為我會日文 然後剛好過去受訓 收訊網回來 就幫我們公司 建立IDC的部分 對 然後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其實 摸的東西都蠻 算是科技業的 比較新的東西啊 所以覺得還不錯 這樣 那 再來給新業的建議是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些都還蠻重要的 人脈 因為我在微軟 我在紅機 我累積的人脈 假設說 雖然我 假設以保險來講 雖然我不是在保險業 可是如果我想要知道保險業的相關事情的話 我只要透過我的人脈 假設說 欸你是某個保險公司 某個 在某個保險公司 比如說副版好了 然後說欸 所以保險怎樣怎樣啊 因為大家是朋友嘛 點一杯咖啡 就可以聊很多事情 你可以 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 不需要做那麼多功課 去了解那個行業的事情 這就是人脈的重要性 那我覺得成長 因為 你一定要一直的成長 不管你是 自己的工作上的東西 或是你的興趣 或是額外的東西都可以 重點是 你一直要保持成長的狀態 這樣你才能一直體驗不同的東西 經驗 經驗的話就是 就是像現在大家都 有很多孩子學生嗎 我覺得趁學生時間 趁孩子學生的時候 也有很多時間 你可以去體驗一下不同的東西 或許你的想法會變 像假設 如果我沒有華碩給我的失敗的話 或許我今天一樣還是很高 我也覺得說 我就是這麼強 但實際上我沒有很強 對 然後再來就是心態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是因為說 做一件事情 你用什麼心態去做 會 會決定它的成果 對 所以我覺得這四樣 我覺得給各位新鮮人一個建議 是 就是盡量保持 這四樣的狀態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群 都是我微軟認識的朋友 而且我們是一群 非常要好的朋友 已經五年了 不管任何事情 我們都可以互相分享 那我送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 堅信自己 堅信自己 所定的目標 然後勇敢去做你自己 然後努力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榮耀 這句話是我在當兵 要去特上的時候 想到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什麼叫目標 因為你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一個目標 所以你要堅信自己 不要因為別人跟你說 這個沒有市場 這個不好 怎樣 你只要專心做你自己 然後勇敢去做你自己 說這是我的目標 我就是想要這樣做 而且失敗了 只要自己不後悔 然後去爭取你的榮耀 努力去做 所以我盡力去說 即使失敗了 也沒有人會笑 對 以下是我的分享 那如果想要知道 更詳細的事情的話 歡迎私下都可以跟我一起討論 謝謝 謝謝